这是一群不怕死的家伙 他们要开创先河 挑战人类的忍耐力极限 他们的意志力和肠胃都将承受灼烧 甚至切肤般的疼痛和煎熬 欢迎来到首届吃辣椒世界锦标赛 在美国南部有个疯狂的农民 他的农场只种辣椒 而他的目标就是培育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他的名字叫做冒烟爱德科里 老外在圈内特别有名 被称作辣椒界的绝命毒师 他培育的辣椒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颗普通的墨西哥辣椒辣度是3000斯科维尔 而老爱培育的死神辣椒 是普通辣椒辣度的5000倍 这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像三轮车和宇宙飞船的关系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死神辣椒一经推出 就引起了网络上不少作死视频博主的挑战 但尝试之后 基本都是这个反应 死神辣椒掀起的潮流很快发展成吃辣椒比赛 于是老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举办第一届吃辣椒世界锦标赛 汇聚全球最能吃辣的人 而最终胜出的就是地表最强吃辣之王 一号选手胡子格是一个靠吃辣火遍世界的网红 他的成名之作是口含十颗死神辣椒进行极限跳伞 二号选手白发魔女来自澳大利亚 人称辣椒女王 她有点特殊 是一个变X人 当她在赛场上大吃辣椒的时候 所有歧视 憎恨 以及来自家人的抵触 因此产生的怒气 都化作了吃辣椒的力量 她多次取得吃辣比赛的冠军 在澳大利亚已经无人能敌 三号选手来自英国 是个化学老师 在她丈夫给她报名了当地的吃辣比赛之后 这位不怕辣的饱学之士 就发现自身拥有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忍耐力 一开口就是老凡而赛了 这些人在各自的国家都已经是顶尖的高手 但他们不会想到 这次比赛要吃的辣椒 是比死神辣椒还要猛烈的存在 比赛即将开始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吃辣椒世界锦标赛 只有不怕死的人才敢参加 比赛开始 选手们第一轮要吃的是经过杂椒培育的苏格兰死神椒 辣度在30万以上 所有选手都成功吃完了辣椒 但有人已经露出痛苦的表情 第二轮是死神尼露椒 60万的辣度 是第一轮的两倍 果然 有个选手没撑住 直接突了出来 失去了比赛资格 其他选手成功晋级 可不少人已经眼泪都流了出来 第三轮的幽灵死神椒 辣度突破了100万 有人忍不住喝了口牛奶 主动退出比赛 而到现在为止 他们吃的还是普通级别的辣椒 第四轮是150万辣度的死神卢卡椒 一些赛前被看好的种子选手 现在也有些上头了 在吃完第五轮的七罐死神椒之后 辣椒女王满脸通红 汗水止不住的流 终于 她端起眼前的牛奶 退出了比赛 她实在撑不下去了 第一时间冲进了厕所 观众们大跌眼镜 这场辣椒比赛共有13轮 可现在才刚刚过去五轮 接下来迎接选手们的 才是真正恐怖的考验 第六轮老爱就拿出了卡罗莱纳死神椒 就是那个打破吉尼斯记录的 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周围的人都惊了 因为在其他的吃辣比赛中 死神椒都是作为压轴出现 可如今赛事才刚刚过半 老爱竟然直接就寄出了这颗辣椒核弹 不出所料 在试完两颗死神椒后 选手小美的胃部开始剧烈痙磷 比赛没有休息时间 他们以为卡罗莱纳死神椒已经是极限 可万万没想到 老爱又拿出了比死神椒更辣 就连吉尼斯世界纪录都没测试过的新品种辣椒 选手们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 有个男人被辣的鼻涕都快流到桌子上了 选手接连退赛 到第十轮 赛场上只剩下六位勇士 他们吃下的至尊魔戒胶 辣度至少230万 流鼻涕那位终于喷了 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每个选手都有些起虎难下 因为如果现在放弃 之前遭的罪就白费了 倒数第二轮 古子哥在吃下250万辣度的剃刀辣椒之后 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 宣布主动退出比赛 他败了 但虽败有容 最后一轮 老爱拿出了库存中最大 也是最辣的辣椒 起名为卡罗莱纳巨人死神椒 两位女选手非常痛苦地吃下了辣椒 唯独小胖面不改色 还骄傲地吐了吐舌头 13轮比赛全部结束 有三位选手成功完成了挑战 但胜者只能有一个 为了决出胜负 老爱又爆出了一筐辣椒 他决定临时加赛 这是吃辣椒世界锦标赛的最终决战 三位选手各自从面前的篮子里 拿出一颗辣椒 他们要在15秒的时间内 快速咀嚼并吃下整颗辣椒 这对黑人大妈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她虽然超能吃辣 但哑口不太好 快速咀嚼对她来说 无疑是痛上加痛 果然在嚼了几口之后 大妈摇了摇头 示意主动退出比赛 至此赛场上只剩下两位勇士 一边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小美 另一边是面不改色的小胖 他们现在已经干吃了40颗辣椒 接下来就是比拼速度的时候 谁先吞下两颗辣椒 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小胖绝对是黑马中的黑马 一个没有感情的吃辣机器 吞咽之后她伸出舌头 终结了整场比赛 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 赢得了1000美元的奖金 成为地表最强的辣椒终结者 小美以几秒之差 遗憾的成为亚军 虽然如此 但老爱被小美的意志力打动 承诺也会给她1000美元的奖金 小美在赛后的采访中说 自己之前有酗酒的毛病 但吃辣椒改变了她的人生 她不光借酒成功 还在吃辣这件事情上 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这是一部最新的系列纪录片 片中探索并记录了世界上 各种各样最古怪 最沙雕 但同时又鼓舞人心的民间竞赛 以及那些坚定热情的竞争者 除了显哥今天讲的吃辣椒大赛 还有号称世界上最危险的 山坡奶酪追逐赛 以及猛死人不偿命的 狗狗舞蹈比赛 这些虽然都不是官方认证的 但也讲述着一个个 突破人类极限的励志故事 不仅仅是体能的极限 更是忍耐力和想象力的极限 如果你们感兴趣 想了解更多稀奇古怪 但又精彩分层的比赛 那就告诉我 显哥会持续更新 带你们一起大开眼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显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